今天帶你來和我舅同學吃飯 他是皮膚科醫生 待會你有甚麼問題一次過問他 Kingsley 他是好好的人士 Hello auntie 你們好 早安 Auntie早安 阿叉你好 Kingsley很久沒見 今天約你來喝茶醉舊 其實是想找你來幫幫我 因為我媽媽每天都問我 關於皮膚科的問題 整天都問我 不如直接問你這個專家好過 Auntie有甚麼隨便問 我有甚麼解答我一定會盡力幫忙 是這樣的 這群美太太套我去做醫學美容 多些人去做就有優惠 醫學美容比做肥皂好一點 有甚麼打瓦瓦 有甚麼激光去斑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就問問你 媽媽你連Botox都想打你 有沒有貪美到這樣 你猜你自己韓星嗎 Auntie你真的要小心點 因為這是叫做醫學美容 其實一定會有它的風險 所以明白清楚才去做 你要知道甚麼是醫學美容 果酸池也是其中醫學美容的一種 它最主要來說是促進皮膚的新陳代謝 剛才你說了 浴毒鋼菌也是 最初用來眼科那邊邪事 看東西不夠集中的時候 就要打浴毒鋼菌在旁邊那裡 誰知無意中發覺 餘尾紋都沒有了 這樣才改善了 去做醫學美容 它當然可以令到那些紋 因為笑得沒有那麼刹難的時候 好似改善到 不過要留意 它只不過是維持六個月至九個月 慢慢就會失效 而且它有它的風險 如果它本身 凝血能力差 會很容易瘀了 而且要留意 本身有些神經系統病 我們都不建議 或者吃抗凝血藥 都不太適合 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想想 再決定通知那些美女朋友 不過呢 激光去斑 我真的很想試一下 你看我 對手和臉都已經有斑了 真的不到你不認老 伯母你真的多了斑 臉和手都有 你可能這陣子經常行山多 一定要留意防曬 講到激光治療 原理很簡單 它特別波長的激光 可以令到色斑分解了 達到治療的效果 不過要留意 其實去斑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做好防曬工作 因為做得不好的話 有機會反黑 越做越深色 還有有時要小心操作 因為操作得不適合的時候 有機會燒傷皮膚 引致有些水泡 人懂得沉澱 甚至有巴痕真身 現在有些好些 沒有創傷性的治療 譬如一些射噴治療 或者一些超聲刀的治療 都改善了皮膚 原理是刺激骨膠原 但是要留意 如果太高能量的時候 有機會灑傷皮膚 所以做這些治療的時候 一定要找回專業的人士 對的人士去操作 這樣就不會有這麼大機會 燒傷皮膚了 原來這麼多事情要想的 媽媽 你慢慢考慮清楚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最重要是選對自己 伯母 阿查就說得對 一定要聽清楚 想清楚才做 因為醫學美容太五花八門了 不可以盡信所有的廣告 因為有時候 有些對 有些未必對 因為不能說 朋友介紹你做 你就去做 因為未必對你做 了解清楚 它有什麼好處之外 還要了解它的風險 有些真的有醫學實證 有些不單沒有醫學實證 還會燒傷皮膚 越做越衰 那就不值得了 除此之外 就要留意護膚工作也很重要 平時也是護膚的 始終長者的皮膚容易敏感些 你用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些 尤其是留意 有些特別的防腐劑 Powerband MIT 其實對老人家 都是相當容易敏感的 那就要留意 當然 最重要 我們經常都醫生都說 一定要 作息定時 休息多些 其實對身體健康也會有好處 吃東西都要留意 你一定要吃多些蔬果 其實也有多些維他命C 抗氧化也會好些 一些美類的製品 例如士多啤梨 藍莓 都是對皮膚特別有功效的 希望跟你說了這麼久 真的對你的皮膚保養 你就懂得多些東西 媽媽 聽完Kingsley說得這麼詳細 那你放心了 都 bum一會 до落 到那了